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今日出席第二天的马来统治者会议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一有幸受邀 根据报道 会议的出席者除了有宾州、马六甲、沙巴和沙拉越州元首外 还有柔佛州、苏丹伊布拉辛、雪兰娥苏丹沙拉福丁、霹雳苏丹纳兹林和吉达苏丹沙烈胡丁 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估穆利兹炮轰政治人物 停止利用种族或宗教课题来煽动大马人的仇恨情绪 他在主持马来统治者会议时 呼吁新政府培养马来西亚人团结一致的精神 不分种族、宗教或文化 朕希望领导人不再为了煽动社区而提出种族或宗教问题 朕敦促新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带领国家迈向更高的水平 同时 端估穆利兹也祝贺安华和新宣誓就职的彭亨州、霹雳州和玻璃市州务大臣 在大选后获得委任 他希望他们在秉持国家原则的同时 尽职尽责的履行职责 掌喜大臣办公室今日发文告指出 这次的马来统治者会议顺利举行 除了听取有关国防与经济汇报 会议中也讨论公共服务局SPA公职人员及最高法院法官委任一事 文告说明 除了听取汇报 统治者会议也讨论了多项委任事项 包括委任公共服务局副主席 委任法院法官以及刮拉江沙马来学院理事会成员 随着安华将在近期公布内阁名单的消息传出后 各大媒体引述消息透露 由首相拿督私立安华领导的内阁阵容将涵盖25人 西蒙廖获得13名部长职 国阵武获6人 沙蒙则有4人 沙蒙和民兴党各获得一部长职 西蒙方面 预料公正党出任4名部长 行动党5名部长 入阁名单包括秘露赵福 哥宾兴 古拉 郭素沁和尼可敏 诚信党主席莫哈莫沙布 副主席沙拉胡丁阿玉和策略主任祖基菲里 也有望入阁 至于国阵 马华和国大党将不在安华的内阁阵容内 消息透露 两个副首相人选将是国阵主席阿莫扎西和沙蒙 GPS资深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法迪拉 消息也说 新内阁将受深减至25个部门 即只有25名部长和25名副部长 总共50人 这比前首相伊斯麦莎比里时代的70人 少了约40% 前朝政府共有27个部门 拥有31名部长 公正党要求安华能保留更多的部长职 给公正党党员 以壮大公正党 一支疑似伊党领袖 涅扎瓦威称伊党正在密谋企图推翻新政府的录音流传 诚信党党党党员莫哈莫拉菲伊祖丁 今天前往警局报警 要求警方调查 根据报案内容 而这支录音是由名为 At Ladybug11的推特用户 在11月25日 吉西蒙主席安华宣誓任相的隔天上载到推特 根据录音 据称是涅扎瓦维声音的主人提到 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喜来灯政变将会重演 因为我们掌握相当大的数目 而且许多人 其实不想跟行动党 公正党与安华在一起 声音主人也说 我们将一步一步来 安排新的策略 好让我们确保 马来西亚政府由国盟掌控 对比 莫哈莫拉菲伊祖丁 在报案书中列出这两句话 并认为这显示国盟正在谋划 类似2020年 喜来灯政变般的夺权阴谋 此外 他要求警方援引三条罪 包括威胁议会民主罪名调查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也揭露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试图制造另一场 喜来灯行动阴谋来推翻安华政府 他发布声明指出 哈迪阿旺开始编织有关行动党 在安华的联合政府里的谎言 再次炮轰行动党指控他是 无教条及不道德的孔伊斯兰教的 他披露爆发于2018年的国际 消除所有形式歧视公约议题 让哈迪有机可乘 能够散播有关行动党是反马来人 反伊斯兰教和反王室 以及行动党促使签署公约的谎言 我们绝对不能让第二次的喜来灯 行动阴谋得逞 否则国家就会倒退数十年 我们务必要确保安华的团结政府 维持至少五年的时间 从而为马来西亚再次伟大殿下基础 回归到建国元勋为 一个多元族群 多元语言 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 确立得原初的国家建设原则 伊斯兰党宣传主任凯里尔尼战说 国盟正在组建影子内阁 以作为对西盟领导的团结政府的制衡机制 他昨日在Astroveni节目上 做客时说 为了国家的利益 国盟已准备好发挥其作为有建设性 协作性负责任和忠诚的反对党的作用 他也乐观地认为 朝野可以像以前一样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解决国家问题 以让大马重回世界舞台 他补充 除了支持内阁以外 反对党在推动国会改革议程方面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哈迪阿旺不在乎 越来越多人针对其被只具种族煽动的言论 向警方投报 更扬言他愿意到警局接受调查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 他不介意任何人对他做出投报 并已做好准备到武吉安曼警察总部 去吧 去报警吧 我愿意到武吉安曼 没有问题 哈迪阿旺透露 马华与国大党曾签署法定声明 SD支持国盟主席穆尤丁当首相 证明了一党并非种族主义或极端的政党 哈迪阿旺说 连马华与国大党也支持国盟成立政府 证明一党并非种族主义或极端 民政党与我们同在 一党支持者大会堂与我们同在 非穆斯林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也跟各方合作 有趣的是 马华国大党与沙巴政党最近也给法定声明 好让我们成立政府 只有行动党例外拒绝我们